又回来我们《芒向》片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别师李孔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一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 为我们三个频道《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次我们就讲讲 就是这个国家 反骨仔 匈牙利 匈牙利就被称为亲中亲我 今次他真是学俄罗斯做了一件事 俄罗斯大家知道 其实他就在非洲 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就是令到一些非洲国家 就跟他们拥抱得很远 尤其是军事 有几个非洲国家就赶走了西方的 前中主国 军队和美军 今次想不到匈牙利 他就真的学俄罗斯了 当他们赶走了美军法军的时候 匈牙利就来了 之前匈牙利就是做欧盟的伦直主席国 令到欧洲好比喪 不开心 这个真的很搞笑 输打赢要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 就削了很多拳 亦都是很多东西是不manda 他虽然是欧盟伦直主席国 国家不代表欧盟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就令到匈牙利很生气 匈牙利这些呢 可不可以这样说打乏烂仔架吗 都可以这样说的 你生气他 他就有很多东西跟你玩了 原来匈牙利看到法国和美国今年先后 看到中非国家撤军 尤其是一个最新近的叫乍德 台湾叫查德 作为本届欧盟伦直主席国 他们就派了外长 在西尔牙多 原来就说匈牙利现在和乍德要建立一个涵盖国防 经济、教育等等领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这个亦是进一步加大了匈牙利 在实客地区的稳定作用 并且 是准备引入欧盟的资源 因为他也是欧盟国家 西尔牙多 老板你发觉 只是被人兜走 现在有匈牙利 欧盟也算有多少面 不算 因为不是法国 不是法国 不是法国 小鬼气 法国在那里 可以说是不得民心之极 乍德也是说法文 原来 西尔牙多在外交声明当中也说 我们谈论的是两个非常重视主权的国家 两个国家都明确 支持和平 他也说匈牙利现在和乍德都认为 战争 应该通过谈判去解决 而不是用武力 其实就是指澳战争 因为 西方就不肯谈 不肯谈的话 其实 乌克兰也不肯谈 他也说跟着你 武装冲突 亦为匈牙利和乍德 带来了严重的挑战 两个国家都拒绝 任何可能令到 现有冲突升级的国际政治行动 西尔牙多也说 欧盟现在面临 是诸多的安全挑战其中之一是非法移民 和日益严重的极端主义威胁 两者 都非常密切关系 他也强调如果 没有和撒克地区合作 欧盟就没有办法 压制非法移民 这是真的 而且 撒克地区也有很多极端 西尔牙多也说 匈牙利现在和乍德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我们是充分了解诈德在非洲 关键地区所扮演的稳定角色 我们 也作为欧盟伦主席 虽然冯德罗欣不希望 输打赢要的 这个阿姐 我们也将会 促进欧盟和 核杀客地区的合作 以及 压制非法移民 尽一分力 我们已经签署了 战略合作伙伴协议 并且在国防、畜牧业等达成合作的协议 他也强调 这是一个涵盖国防经济和教育的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 西尔牙多也说 匈牙利准备是启动一项 1.5到2亿欧罗的援助计划 支持榨德的农业 食品工业和水资源的供应 还有教育 还有数码化的发展 其实匈牙利的饮食都挺厉害的 几好吃的东西 另外匈牙利 援助人道计划也启动 钱不是很多 100万美金 为了在预防疾病传播 和改善榨德医疗体系方面 发挥作用 他也宣布 匈牙利政府已经提议 从欧洲和平基金 转移1400万欧罗用在支持榨德 国防能力的发展 并且 补充 现在 欧盟大使 将会在26号 提交提案 根据双方签署的国防合作协议 其实 匈牙利和乍德 将自力于 知识和 经验的交流 促进 反恐战争的成功 另外西亚多也是承诺 每年 将会提供25个乍德学生的 大学奖学金 亦说 匈牙利将提升 是乍德首都 的外交市团 成为大使馆 当然乍德这个国家 早前亦都是 你西方来 我们不太喜欢你 亦都要把法军和美军赶走 乍德这个国家 乍德这个地区 挺困难 挺穷困 但他也懂得找其他人 去帮忙 除了 为什么 这宗新闻 欧盟那么厉害呢 你是不是 学俄罗斯 又学中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来 中国也派了人来乍德 中国派的人士是什么呢 原来就是 戴口梁 拜会 乍德总统 那有什么问题 这个中国 石油 集团的董事长戴口梁 原来 他就派人 当然派意思是 派戴口梁 北京 拜会了前来出席 中非 合作 北京峰会的 乍德共和国总统 马海默德 双方 亦都在能源方面 有较好合作 所以为什么 挫着你 喂 你是不是跟中国造势呀 蛤 炸德 现在跟中国关系那么好 你又 这样是不是 打算贴中国呀 其实戴马尔刚才说 他帮 欧盟 拿回一些飞丝回来 是啊 居然他觉得 对 这么搞笑的 原来 毛海默德就说 近年来 炸中两国 在共建一带一路 中 非合作 论坛会等框架之下 是积极开战合作的 保持良好的发展势 特别是 石油领域合作不断 成果封石 中国石油 是炸德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 做了大量卓友成下的工作 亦都为双方长期 发展奠定了 建设基础 希望双方加强对话的协议 并且促进 互相了解 在 游戏嵩开发 和天气利用等等领域 就希望 是可以有 对话和合作的 最紧要 是六个字 就是实现 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都应该的 炸德政府将会一如既往 为企业做好服务和支援 令到 炸中能源合作 有更多的封石成果 谋求更多的福祉 当然炸德 其实也是和 其他的人见面的 炸德的新市馆将会 作为炸德 在中国 重要的外交代表机构 所以都帮他做得挺好的 看来炸德和中国关系也不错 不过他和中国关系不错 就令到西方 不太开心 因为他赶走美军 为什么炸德赶走呢 就说他 好像现在不需要理 还有比较臭串 之前也说 西方军队的人 就好像 很搞笑 他们就说是反极端 但是越反就越多 不知为什么 就是不知为什么 看回来 其实炸德 你说他 是不是有 很多美军驻守呢 又真的不是 但是 不是很多 他一样要把你赶走 这个真好笑 不知为什么 原来 还有之前 正变之国 尼日尔 尼日尔还搞笑 101空军基地 就是美军人员 就在7月7号时全面撤走 因为之前 是他们共用 和俄罗斯共用基地 这是很搞笑 对 下了逐客令 这个也挺好笑的 俄国人士 俄军的训练员就来了 一起共用美军基地 在非洲当然要求 美国撤军的还有炸德 大概100名美国军队 驻扎 在炸德的首都 欣甲梅纳附近的 亚吉隆塞空军基地 今年4月初 炸骨炸德的空军 参谋长 就叫 艾哈马迪 是吗 那就是 写信 给炸德的过渡政府 就说 现在美国未能够 提供相关的文件 证明他们在炸德的合理性 所以就要求 是美军要撤离 4月底的时候 五国介流召开 新闻会 美军的 参谋长 联席会议主席 布朗就对 美军撤走炸德 的计划 给予确认 对于美国以反恐名义 在自己国家驻军 炸德的 专栏作家 是西 施掃高 这就是很多讲法语 非裔人士的施掃高 大家听听 在法国 或者赛内加以 当然这些法籍人士 代表其他非洲国家 参加足球赛 因为很多人 其实在法国 草生土长都没去过非洲 入了他们的组织国 施掃高 很多踢球人都叫施掃高 这个也叫施掃高 就说 美国的目标 其实 不是打击极端组织 而是保持在撒下地区的控制能力 尼日宜更加 认同专家说的 尼日宜有点多 就是 是 油 整核没有油 油矿 也挺多 炸得其实也有点资源 当然炸得和尼日宜都觉得 挺你 为什么你说打击极端有越打越多 在哪里来的呢 这个真是不知道 当然 我相信 他赶走了美军 现在又是 匈牙利帮他 之后会怎样呢 会不会 和其他的 撒纳地区国家 邀请亚加纳集团 或者 俄罗斯的非洲兵 也不奇怪 其实那里真的需要一些看场 没错 俄罗斯 刚好 这个亚加纳集团 就可以做到这个角色 对了 刚才说 是匈牙利 匈牙利也挺狠狠的 原来匈牙利 之前我有节节目也自己做的 记得 记得当时共和党 在边境 他们很多 执政周份 不是在边境周份 美蜜边境 记得 免费大巴 就送那些 是寻求美护人士 纽约 芝加哥 即是民主党执政的地方 这个好笑 匈牙利有样学样 他 亦都是这样 送去哪里 当然 他送去哪里 其实 可能 就是 不是可能 根本 就是 去了哪里 布鲁塞 哇 真是 激到 路红跳 跳脚啊 所以我觉得 述到布鲁塞尔 你居然学美国共和党 也不奇怪 你居然学美国共和党 原来 看回 现在老冯就很生气 你现在 什么意思 叫了你 当然 当然了 那么 之后会再有大巴 匈牙利政府就说 哎呀 我们特意 这次任务 遭用了各 企业 一排 黄色大巴 就把那些人送去布鲁塞尔 比利时就很生气 比利时作为欧盟首都 当然是生气 匈牙利内政部长就说 匈牙利 都不想的 是你们欧盟 逼匈牙利 你允许我们在我们国家南部边境 蛤 就这样 你也 允许我们 是允许我们 国家南部边境南接非法移民 那好吧 你 现在我们就找到一些 移民了 那就给你了 你说要一些移民政策 是要送的嘛 我们 收不到那么多 就给你们了 送给你送账 没错 今年6月 其实欧盟司法部门 因为匈牙利未能够遵守 是庇护条约 而对他 是处以创纪录2亿欧罗的处罚 外加每日100万欧罗的制纳监 匈牙利拒绝支付 因为 这个不公平和可恥 比利时负责 是庇护和移民事务的国际秘书 叫德莫 亦都在一份公告当中就说 匈牙利这个威胁不可接受 认为这种虚张声势 是有 他没有虚张声势 他没有虚张声势 他指明道姓做好了 不用担心 他没有虚张声势 我亦都看到一件事是什么 原来 哎呀 匈牙利说 你要我做 我肯收的 他收了之后 送到你去布鲁塞尔 其实他主要给冯德罗欣看 这个好笑 你这样是违反了 欧洲和 国际协议 上星期 欧盟委员不评论 匈牙利习惯了这种 是喧闹的声明 如果匈牙利 蒙比罚款 欧盟委员可能会从 他们 未撥款的欧盟 资金都很扣除 其实他这些钱 又说要帮乍德 现在又被人扣买 都很严重 欧盟委员仍然 以违反 是法治原则 冻结了匈牙利 190亿欧罗的撥款 当然 你玩东西他就继续玩你 他 不理你呀 你又说他是 亲中亲俄 现在 当然匈牙利 他玩东西的手段 有千百万种 到时你要通过什么援污 还有就是 乌克兰加入 欧盟 你觉得他不会玩东西 我就不信 我就不信 不过刚才说到 诈德 其实 诈德为什么要过渡 三年军政府过渡期呢 原来 亦是政变 诈德总统选 如果无需缺选 其实 亦是有结果的 后来就是 那位摩凯默德 就做了总统 当然 这些非洲国家 你说 这么乱的 为什么 他不走西式文字 他们就走过 他们就走过 蛤 走不代表走得通 尤其是杀客地区 对某宗教人士 信奉 那些人比较多 那些人比较多 是的 所以像大马老师说的 你没有了一个体育 我相信 不是那么容易的 当然 美国 事实上 他有从李日义和乍德切军 都可以宣 可以宣布了一件事 其实 你以美国名字 或者用其他法国 这个名字 再去 是叫做 你有软实力 有软实力 是不是还有软实力 是的 西方软实力还很强 但是 你看回这几年 你的软实力 去到某个程度 一说实力 你就会输了 为什么会输 因为他就要实力发展 窮困了那么久 你不是不让人 发展吧 对吧 当然中非 合作也提供了另外一条路 现在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也提供了一些 援助给乍德 这个世界多极化之势 也是那句 也希望 那些基于他们 即基于西方规则的秩序 不是说推倒他 但是很多时候 大家都需要谈一谈的 好 那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